请点灯 2023南投灯会开幕 在南投市会展中心正式登场 县长许舒华致此表示 南投灯会一年比一年精彩 他很有自信地说 南投灯会超越台湾灯会 尽管经费比不上 但在企业界、各社区协会、公庙、学校等等地方的协助下 以及交通部、观光局的补助 加上设置四大主题灯区 另外13个特色灯区 交响乐团水果、无人机、特效烟火等推陈初心 保证要您好看 觉得他用竹子模仿出很多 就是一般就是生活常见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很特别 对啊 有另外一种感觉 像是那个蒲公英我觉得比较特别 他的就是用借由那个灯光 展现出那个毛绒的感觉 卡拉赫小东西 我看我的感想是非常可爱 今年是我们的兔年 也是我自己的本命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主灯的兔子正式的开罗亮相之后 已经有很多的民众手机都打开 不停地拍照 所以我想我们这几天的一个活动是相当的热闹 许县长同时感谢前县长连明珍 过去八年筹办灯会 加上企业等单位任养支持协助 还有议会的支持 每年南投灯会都办得很丰富 也得到各界肯定 这一次尤其我们加入了卡拉赫拉 很多的一个元素 是很多小朋友跟很多少女所喜欢的 相信会吸引更多的爸爸妈妈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 那这期间也会有相当多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南投走村 开幕后 民众主动排队 准备领取小提灯 幸运的民众则领到 许县长发送的红包 或是纪念笔 有人收到联名发行的 雷雕纪念笔 直呼好可爱 来宾们随后便到水舞区 欣赏交响乐团带来的主曲 搭配水舞 无人机表演 一起见证兔年南投开灯活动 记者黄英光 南投市采访报导